凡有人之处 必有华人 当时的高僧大德里 镜空法师是最知名之一 他没有性和背景 更无一张学历 仅仅凭着持续五十三年不断地讲经弘法 忠诚一代名僧 他宣扬佛陀圣者人生 提倡多元宗教 弟子遍布全球 终如一道清流 安定了无数颗迷惘的心 本期第一访谈 专访高僧 镜空法师 敬请关注 我们现在怎么样能说 更准确地来接触到这样的信息呢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教育 因为您刚才也说了 现在的寺院 不是原来真正做学问的一样吗 对 不错了 对 那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 您这样的大师真的是机会非常的少 那其他人说普通人他如果想接近佛陀教育啊 想学习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比较上困难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不相信 总认为佛教是宗教 宗教就是迷信 根深蒂固 所以我在台湾26岁那一年 跟方栋梅先生学哲学 我跟他学哲学 您最早是学哲学出现的 对 学哲学的 那么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总共是五个单元 最后一个单元 讲佛经哲学 我就很惊讶 我说佛教是迷信 而且是多神教 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 一个真神 佛教是什么都白 老孙学看的 这个叫泛神教 多神教 在宗教里头属于低级宗教 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 方老师告诉 他说你年轻 你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哦 他这样认为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 确实如此 那我学了63年了 63年得出的结论 不但是它是最高的哲学 它是最高的科学 也是科学 今天量子力学所发现的 得的这个发现的宇宙奥秘 佛经上却有 哦 对于说你们到科学 用了四百多年去研究 才知道的东西 佛经它3000年前 跟你说的比现在还清楚 您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物质 这物质是什么 这是宇宙的奥秘 我看的报告 是德国普朗克的 他是领导一个小一群人 专门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咱们研究发了 就是分析 这个就是近代物理学的时候 微观世界 它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宏观宇宙 去研究天文 这个是研究物质 一个是研究无穷大 这是研究无限的小 80年前 科学家发现原子 那个时候认为原子 就是物质里最小的了 所有的物质 都是它组合起来的 最小的 最小的单位了 你看最近这些年来 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 把原子打破了 发现原子里头 有原子核 有中子 有电子 再把这个固固打破 发现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 变成夸克 科学知识您也在研究 您不光是研究 那不在佛教里头都有嘛 佛教比他讲得还清楚嘛 那么最后到最小的物质 不能再分了 分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在佛教叫极威伺 也叫极威之威 这是佛教的名词 而现在他们名词叫威中词 或者叫中威词 这个东西再打破它 没有了 物质现象没有了 所以他们发现 得出来的结论 所谓物质现象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它从哪儿来的呢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那物质是怎么形成 是错觉 错觉形成的 那这个椅子 我们实实在在地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你不知道它 这个科学家知道 他们知道 连星球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宇宙 科学家把宇宙分为三样 一个物质现象 一个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一个自然现象 这三个全包括了 那么佛经上也是分的三个 它的名词叫夜相 夜相就是自然现象 这个转向 就是现在科学家的信息 精神现象 就是思想念头 那第三个叫境界相 境界相就是物质 名词不一样 实际上是完全相同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对 那这个一般人理解不了呀 是理解不了 所以这是宇宙的奥秘 你看 佛陀能在三千年前 就讲清楚了 最近这些科学家才发现 对佛法佩服的五体土地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 科学像现在这样的发展 最近这八十年发展 再有三十年 我相信佛教不是 再不讲宗教了 高等科学 科学家肯定 您刚才说宗教是哲学 现在 它是高等哲学 也是高等科学 所以佛教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入室的 就是对于世界 这个治国平天下的 它是能体 道德因果 就不光是可以指导 我们做人做事 对 它对不说 它往上去的时候 就了解整个宇宙 这就是说 这学跟科学了 所以科学家先不断研究 物质从来的 物质从念头来的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晚上我们做梦 做梦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 好像也很真实 实际梦醒了之后 发现一切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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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是在做梦 是吗 等到你醒过去之后 这个现象 没有痕迹都找不到 它真的是假的 所以金刚经上 佛跟我们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相 就是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还包括自然现象 都不是真的 从哪里来的 从心想身 从心想身 被近代科学发现了 物质分到最后 没有了 物质没有了 看到是什么东西呢 念头波动的现象 这是恍然大悟 原来物质现象 是念头波动产生的 幻觉 这不是真的 如果单单讲一念 一念你决定 体会讨讨论 体会不到 无法 无法体会 这一念以后 它的频率太高了 佛经上讲的这个频率 它说一坛值 有多少个念头 三十二亿 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这一坛值 就三百二十兆 那我们现在 实际上用秒做单位 一秒能谈多少次 一般的是 谈五次以上 有人说可以谈七次 如果谈七次 那一秒钟 这个多少个念头呢 三十二亿乘七 两千 两百兆 一秒钟 我通常讲的时候 我很保守 我讲五次吧 五次是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次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 这个频率 你怎么会知道 事情就在眼前 普遍到处都是 没有人能知道 那我们发现了 这个奥秘之后 那有的人说 这个好像太大了 跟我自己的生活 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你真正明白之后了 你从今之后 这不会生病了 不会生病了 对 那这也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对对对不说 为什么呢 念头可以改变我们身体 你有好的念头 你全身都健康 身心健康 孙中山先生 死的太早了 如果多活十年 中国不会像这样子 他对西方中的了解 透彻 他在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第四讲里头 有一段话说 他说外国 除了机器 比我们好 我们比不上它 除这个之外 它哪一样都比不上中国 就是我们有根基 对 我们这东西太丰富了 你看这边 这一套书 就四国全书 这是中国 千万年来 深陷 祖宗 留下来的智慧 真实智慧 都写在这里头 就是说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对 不错 不错 你看 他对于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些大道理 真实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相互 都写在里头